人格有問題啦 把台灣人的悲傷 台灣的災難 當作你罵人的理由 你認為他是 故意還是無意的 我告訴你他故意的 當作政治攻防的藉口 有這種政治這樣的玩法嗎 柯建民是 強盜級的流氓 賴清德會跟你合作嗎 當然不可能嘛 柯建民我跟他認識了 30年了 那柯建民講這句話 這表示這個人本身的人格有問題 他是個人格很卑劣的一個人 柯建民怎麼說 他的原話我一定要講給大家聽 他說 好在4月3號老天有眼發生大地震 是老天要救台灣的民主 那我現在這句話有講 第一個台灣的大地震 是要來懲罰全台灣 花蓮是比較重重災 那你柯建民也是被地震 嚇到那媽的軟蛋都快掉出來的人 這第一個 你不是在講花蓮 是包括你自己 是全台灣人的災難 你拿全台灣人的災難 把它轉嫁到變成國民黨所制 跟國民黨的因果關係 這是第一個東西 你媽的老經有問題 你知道吧 然後呢 拯救台灣民主 你柯建民本身就是個流氓 柯建民那個樣子 你跟全台灣的黑社會的關係 你兒子在抽大麻 你犯罪的事情做一大堆 你貪污搞錢 他媽的壞事無惡不做 柯建民是個大流氓 你知道吧 柯建民是強盜級的流氓 結果柯建民居然來講 挽救台灣的民主 你柯建民懂個狗屁台灣民主啊 柯建民是已經老經壞到囂張嘛 你已經吃老吃到頭皮 他很簡單 柯建民是 你認為他是故意還是無意的 我告訴你他故意的 故意的你知道嗎 他不跟你吃重金喔 不會有新聞啊 他故意跟你 用這個最重的話給你下去啦 因為台灣人很多人會聽他 喔這大堂齁 對於國民黨賣才會被大堂出來 媽的這天下有 無知人才迷信人比較多嘛 柯建民會用這種惡毒的話 來詛咒台灣你知道嗎 他要去未來他這幾年當中 你看到後續的民進黨幾個人的反應喔 因為我說柯建民這個是壞到幾點 我現在要開始要罵一個我的朋友了 我的朋友叫莊瑞熊啦 莊瑞熊啊 是黨團幹部 水熊跟我很好 很好的兄弟 自己兄弟啦 因為我跟你保證 我跟莊瑞熊的關係 好的關係 超過莊瑞熊跟柯建民的關係啦 我這樣白了啦 莊瑞熊怎麼講 說做過勞的人還一副正義的化身 顯然不合比例原則 水熊你是在吃就曬了 你喝醉酒了是不是 這個他做過勞 台灣做過勞的人多啦 斯敏德也做過勞耶 許慶南也做過勞啊 那不能當做正義的化身嗎 那小傅崑奇喔 本來我要罵他 傅崑奇去大陸我不見得很贊成啊 讓你講一下說沒人敢敢罵啦 他做過勞就不能當正義的化身嗎 他狗嘴吐得出象牙來喔 這個狗嘴我肯定他耶 你不能因為說他今天因為他是為什麼事情做的喔 你可以瞧不起傅崑奇這個人格 你可以私下否定他 這他現在是你要尊重他的職務啊 他的職務就是國民黨的總召嘛 他國民黨總召他的表達他的表現 是幫國民黨加分或是扣分 國民黨負責嘛 你可以去攻擊他嘛 你怎麼會變成說 做過勞的人還依附正義的化身 你是怎麼 他本身 莊瑞雄是台大法律系啦 你在法爐打到哪裡去啊 柯建民所領導的民進黨的這個黨團 是個他媽的下流 低級不要臉的黨團嘛 為什麼 因為柯建民不要臉嘛 柯建民是一個低級 而且這個低級到什麼程度 這個把台灣人的悲傷 台灣的災難 當作你媽的要罵人的理由 當作你嘲笑 你要他當作政治攻防的 這個當作政治攻防的藉口 有這種政治這樣子玩法嗎 柯建民你家媽的 如果你家有壞事 我拿出來講啊 他們怎麼怎麼怎麼 你看你看 他沒做好事情 現在出壞事情啊 那不可以這樣呢 就堪拖 不行嘛 這個東西要有一個善惡 要有一個是非 美醜的基本道德標準嘛 柯建民就是一個爛咖 沒有道德的人嘛 你爛到沒有道德沒有關係 你一個人沒有道德嘛 你怎麼跑來搞這個玩意呢 所以柯建民這個是故意的 我現在跟大家解釋 柯建民我現在告訴你 你這個傢伙狗趕不了吃屎 老狗活了七十幾歲要退休了 他在立法院啊 你看看不像話 你知道嗎 你每天我到柯建民 我跟大家講一個故事喔 你到柯建民辦公室去看喔 柯建民是一個喜歡讀書的立法委員喔 這個很困難 因為一般當了立法委員不喜歡讀書啊 但是柯建民讀書讀哪裡去的 他都是在讀工具書嘛 他對他自己的內心 對他自己精神層面 思想面的東西 在落伍在退步嘛 在低級化嘛 柯建民一直不斷的把自己搞得 月期下流跟低級嘛 那你一個低級的柯建民 用低級的方式來從政的話 你把整個黨搞壞掉 那這個時候賴清德會跟你合作嗎 當然不可能嘛 其實展南京的 國民黨是個爛黨嘛 國民黨現在藍白組合的結果 就是朝小野大嘛 那個是你民進黨要公開面對的 一個政治的現實啊 這個跟地震跟害死台灣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總共死了18個同胞 死了19個同胞你知不知道 那19個同胞的家屬裡面 你有一個去照顧到嗎 你柯建民有講過一句話嗎 你有在立法院推動一個法案 或是說立法院要捐款嗎 要照顧花蓮人的這個苦難嗎 完全沒有 花蓮市整個崩盤 未來十年的花蓮沒有未來的嘛 因為花蓮的觀光城市嘛 觀光的星期 現在大棟什麼人敢去 沒人敢去倒數了嘛 那花蓮怎麼辦 花蓮就完蛋了 花蓮會變成台灣一個被遺忘的城市耶 在這種傷口上你他媽的傻顏 你柯建民是什麼貨色嘛 所以他沒有基本道德感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賴總統 還在要求要有心靈改革嘛 要有心靈的洗滌的時候 你這種爛咖來擔任你民進黨的總召 好